前几天生意好的时候,快递单要打出来这么高,发货量两三千件 这两天每天发货量大概只有五六百箱 就只有这么一点快递单了,风光不在 嗨,大家好,我是小慧 今天是我们来烟粮卖甜瓜的第二十几天了 这几天的订单量从之前的日发货量两三千箱一度降到了 每天只发四五百箱 这个场地呢,也冷清了不少,还是挺有落差感的 为什么这两天订单量会这么少呢 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卖的是纯正的这个小纸头茶甜瓜 这两天它的这个品种的头茶瓜已经进入一个尾期了 加上这个产地,其他的品种的瓜或者是二茶瓜 也已经慢慢成熟了品种,都是琳琅满目 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 对我们来说这两天的状态就是好瓜难求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两天也没有去怎么宣传了 视频也没有拍,也没有直播干啥的 全部都是靠着自然流量 因为我们并不想去以次充好用别的品种去代替这个 还想给大家找到非常好的这个小纸的头茶瓜 虽然说产地比较少,还是可以找到的 大概就是每天能找到个三四千斤的样子 打包出来四五百箱就发出去了 也不追求订单量有多少了 但是大家可以尽管放心 尽管每天只能发出四五百箱订单量比之前减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对品质的要求不能降低 每天按时按量,保质保量 还会顺利给大家把货物发出的 这两天我们看瓜的方式也变了 以前都是果农把瓜摘好 然后大早上拉到瓜室去 我们直接去瓜室看 这两天我们害怕在瓜室上看不到好瓜了 直接每天下午忙完之后 还要在村子里各种转 看看哪家果农的园子开园了 然后哪家果农有好瓜 直接去果农的果园子里面去看 如果它的瓜好的话 就直接从源头上预定了 它也就不用拉到瓜室上去了 现在出发去果农的果园了 那我们先打算去地里看一下的 因为今天天气凉 这个大哥大姐早已经把瓜摘回来了 然后在家里我们看一下 出来看瓜必须带上我们吃饭的家伙 等手预把呀 先尝一尝 如果好吃的话 吃的瓜我们就提前预定了 然后等会再去地里看一下 他的瓜的这个瓜疼啊 瓜腕和瓜的长势 找一个小的来尝一下 随机 来尝一下 换不算 棚里面看一下 这棚呢 是杖八经的投沙瓜 因为这两天呢 有一些二茶瓜已经上市了 投沙瓜少之又少 二茶瓜跟投沙瓜呢 看起来又很相似 所以说我们必须来到地里 去找到真正的投沙瓜 选择好的品质 这个瓜呢 绝对是投沙瓜 而且它的品种也对 熟度也很好 熟度也很好 刚尝尝一下口感也不错 可以算是一盆好瓜 特别大的 我们没法装快递箱 我们装的标准就是 八两到一斤半 之间的瓜刚好 如果太大的话 只能卖去零售了 因为我们装快递 装不进去 看这一排一排的白瓜 特别美味 这是第二家瓜 看一下 小猫猫猫过去 肯定有猫了 新鲜的有就是有小猫猫的 软糯香甜 这个瓜呢 刚刚从地里面捡出来 品质口感特别好 直接让大哥 大叔跟萌萌拉过去 这个大叔呢 家里有五亩地的 这个甜瓜 也是口茶 刚刚开棚 这个是他给萌萌 送的第一车 如果品质和口感 一直很稳定 一直很好的话 我们会一直要它的瓜 哇 这院子真干净 每天打包 发完快递 这个院子就比较脏 二狗每天都会把院子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为明天的发货做准备 二狗真勤快 它是必须的 打扫干净了 人看着也舒服 干起活来 也有劲 所以说一无不少 可以扫天下呢 那你好好干了 嗯 你看这一堆有多少 今天怎么剩这么多瓜呀 看着挺好的呀 这堆瓜 你看着这一小堆 下来也有两三百斤了 嗯 这一瓜 远看是好的 其实细看都是一些有问题的 你看这个就有点裂开了 哦 这瓜呢送给你 我把这个切开 让你尝尝 这是爱心瓜吗 对 上天这个黄金瓜呢 是一个正成熟的头茶瓜 特别好吃 看 哇 好红啊 快吃了啊 嗯 爽口香甜 特别好吃 我感觉这个口感不亚于小子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我也挺喜欢吃的 嗯 好吃 你听 你在这里吃甜瓜 咱们的小狗在上面叫都不停 太想吃了 一会儿给他送点去 可以 别叫了 一会儿就给你喂 今天的下午饭 螺蛳粉加泡面 然后还有一个鸡蛋 嫂子炒的这个西葫芦 炒西红柿 还有辣子 这是小米南瓜粥 还有肉夹馍 馒头 还有粽子 用盆干饭的二狗 用完 脚不开 就用盆吃一点 涛哥吃的泡面 这一位吃的是 辣子夹馍 嗯 也美着呢 美 特别香不辣 两半 哎不是 脖子的 两半 白糖 白糖 咽的 熊式 这叫火焰山吗 学名 是不是 白糖 今天30度的高望 吃了这 这太胃的 解锁 那个快吃了 这是什么馅 豆沙 红枣 不知道的 还挺香的 热气烫烫 红枣 里面有蜂蜜 甜的 再来个粽子 二狗还没吃饱 再来个粽子 你又想吃操个的泡面了 不想吃 烫粽子 烫得很 给我留半个 给我搞点泡面 来 吃点个 我就把你给我收了 正好刚减肥 你给我收的 今天下午每个人吃的样样都很多 种类都很多 今天是 今天像过年一样 哈哈 红枣粽子 嗯 满满的大红枣 慢点 慢走啊 嗯 烫了 吃完饭下午闲了 溜溜狗 兜兜狗 哎呦 别跑这么快 两个小家伙 哈哈 你为什么老是爱躺下 嗯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